大家好,我是小绿同学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Unread Docker Google浏览器 那首先说一下这个容器它的使用场景 有时候我们需要远程访问Unread的 而不是局域网访问 像我一样每年回家两次 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远程访问NAS的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调试一个软件 或者调试网络 或者访问有些必须通过局域网 才能访问的设备 有些设备它禁止远程访问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 第一种可以通过建一个虚拟局域网的方式来访问 第二种可以通过建一个虚拟机的方式 然后远程去控制这个虚拟机 或者局域网有一台电脑 是24小时开机的 我们随时可以去访问它 通过它访问局域网的设备 但是这三种方法都有局限 首先呢虚拟局域网这种方式 能不能建立成功 暂且不论 它需要下载一个客户端 同时呢 有些设备它是能检测出来 你这个虚拟局域网的 还是访问不了 第二种虚拟机的方式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虚拟机 虚拟机还是挺大的 并且比较占资源 第三种局域网一台电脑 一直开机的这种方法呢 首先耗电不说 而且呢电脑可能因为某些情况会 自己开关机 或者说停电 那这个容器呢就可以解决这个 它是通过网页访问的 很轻量 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因为它相当于是在容器里面 在NAS里面一个本地的浏览器 访问本地的局域网 达成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它不需要客户端 网页就可以访问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装一下 首先到英文商店 搜索Chrome 搜索出来的这些结果呢 都是可以用的 因为这些容器呢 它其实相当于是在 一个Linux系统里面 安装了一个Linux版的 带有图形化界面的一个软件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NAS 它是没有图形输出的 没有显示器的 所以呢 它通过内部转发 把这个图形化的界面 转发出来 通过网页或者VNC来访问 所以呢 它的安装的参数配置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类容器呢 它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配置 那我们随便来点击一个 就第一个吧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安装 它一般是有一个路径配置的 当然你不配置也是可以的 像我们安装的这个是浏览器 你可能需要远程访问浏览器 去下载一些东西 这个路径就可以让它 把下载的东西 下载到这个主机的这个路径里面 除了一个路径映射之外 还有两个端口映射 一个端口是通过网页访问的 浏览器输入你的转发出去的端口 就可以访问到这个浏览器的界面 然后对于这个容器来说呢 它的模板里面没有配置一个 VNC的端口 所以不能通过VNC来访问 然后这个是额外的参数 不是必填的 我们就补填 然后UID GID是权限 对于这种容器来说 我们只需要访问 不需要太高的权限 它默认的99100就可以 然后因为它是 相当于是远程访问界面 所以有一个参数是 分辨率是一定要设置的 这个是宽度 默认是1180 高度默认是7168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设置VNC的访问密码 如果不是的话 任何人都能访问到你 如果设置的话 访问这个界面之前 是先要输入这个密码 然后还有设置时区 设置中文字体等等 这个容器里面 没有这些配置 所以我暂时不用这个容器 我们用这个容器 因为这个容器 我用了挺久的 还是不错的 这个也是国内一个大佬 写的镜像 然后我们把它的地址 给复制下来 然后去添加容器 到这里添加吧 名称就写 Croom 酷的话就写 我们刚才复制的 它的这个地址 当然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只是访问的话 不需要太多的配置 用刚才应用商店里面 那个镜像就足够了 那我们来添加参数 第一个添加一个网页的参数 这个端口呢 是通过网页来访问的 它容器的默认端口是8083 主机的端口 我们随便填一个 填个3811吧 然后再填一个VNC的端口 VNC的端口 它这个镜像是5900 主机的话 我们填一个3822吧 这个VNC的端口 它不是必须的 就我使用的经验来看 我们经常使用的 还是通过网页访问 因为VNC访问的话 是要下一个VNC的客户端的 而且访问效果和 通过网页访问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可添加可不添加 然后再来添加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是配置 浏览器的一些配置 会保存在这里面 容器的路径呢 是CFG 主机的我们就 在APP Data里面 新建一个 Chrome的文件夹 然后还有一个是 下载 下载文件夹 容器里面浏览器下载的内容 就保存在这里 例子呢 我们还选择 谷尾浏览器这里面 再进建一个子文件夹 这三项都不是必填的 只需要有一个网页房的端口就可以 然后再添加一个环境变量 这个变量我们起个名字叫字体 它的值是enable cgk font 就是启用中文字体 然后它的值是1 1的意思就是启用 如果没有启用的话 浏览器里面显示的中文字体是乱嘛 启用的话 在容器安装之后 它是先去下载一个中文字体 来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 才能进入容器 这时候 网页界面显示的中文就正常了 然后再设置一个 环境变量是分辨率 名字还是随便起 好 这个变量值是固定的 名字是随便起的 然后它的值是分辨率的值 比如说1180x768 最后再设置一个时区 TZ吧 它的值是TZ 我们可以填 中国的就是亚洲上海 这样就可以了 这类容器它的参数配置 一般就是这几项 端口 路径 然后还有分辨率和中文字体 时区 这几个变量 那参数就是这样 我们点击应用 好 已经安装完毕了 去访问一下 这个地址 3811 然后点击unc.html 以及连接 这就是谷歌浏览器的界面 它这个容器是 浏览器可以拖动 后面其实就是Linux的桌面 有的容器呢 它是单纯的一个谷歌浏览器的 因为我们设置的分辨率是1280x720 所以它是填补满我们这个浏览器的页面的 现在相当于就是一个浏览器套浏览器 我们访问一下百度 看到中文显示也是正常的 如果要输入中文的话 或者要复制一些文字的话 可以通过这边 这个剪贴板 放在这里面 然后再在里面去粘贴 这是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是Vinc Lite 这个也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382是访问不了的 因为它是Vinc的端口 是需要Vinc客户端去访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远程访问的 但是它的界面跟这个不太相似 它是单纯的浏览器的界面 再来访问一下 这个地址是8086 只是点击Vinc 点击V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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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个镜像的话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浏览器 它没有那个界面 最小化之后 它就黑屏了 当然了 如果你不喜欢 Google浏览器的话 应用商店里面其实也是有火狐浏览器的 也可以装火狐浏览器 如果开过多的网页的话 对这个主机的CPU占用还是挺高的 所以一般是应急用一下 平常也 一般都是关闭的 那这个容器的安装就到这里 简单总结一下 这容器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通过远程访问本地局域网内的设备 然后它的配置呢 是通用的 一般是一个网页的端口 一个VNC的端口 一个路径 一个中文字体的变量 一个分辨率的变量 分辨率的变量可能是两个 也可能是一个 两个的话 就一个是宽度 一个是高度 一个的话就是写成 多少成多少的 的方式 还有一个是时区 其他一些权限的变量的话 可设可不设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黎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